李克斌找到校园里的其他志愿者 对于此案件分析了一番 也找到了相应的法条来证明合同中的漏洞 但是还有一点更为重要 就是如何证明小李是因为绳索老化而被砸伤 并非自己操作不当所为呢 我在出事前也提醒过他好几次 告诉他那个绳索不行了 坏了 总会自动断开 他总说没事没事 没成想还真就是怕什么来什么 和小李多次沟通后 李克斌了解到因为害怕绳索脱落有危险 所以他曾经多次提醒过刘某 并且留意截图 之后 李克斌也再次举证 刘某搬家所应的绳索确实陈旧老化 已经达不到正常使用标准 因为通过这个侵权证人法第35条规定呢 在这个劳务关系的一个工作过程当中 这个老巫人自己受到 人身自己受到损害的 只要根据双方的过处进行这个责任承担 而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个雇主刘某啊 是这个因为使用了这个老化的绳索 并且在小李多次的这个劝告的过程当中呢 仍然置之不理 所以说呢 我们就认为这个 在这次这个胡同工作当中啊 这个刘某呢 承担了这个 对于小李这个受伤啊 承担了主要的责任 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最后法院支持小李 请求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 刘某向小李赔偿了损失 非常感谢他们之类的志愿者 一分钱没花 尽心尽力地帮我胜诉 也确实以后得多看看法律方面的书 这一旦遇到的麻烦 还是要学会怎么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希望这个大学生在这个 寻找工作都能啊 要擦亮自己的眼睛 这一旦遇到的麻烦